七十八集 周震道 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 掌房袁夫人的出身呢 周少锦道 嗯 我知道 她是同乡原氏的姑娘 父亲曾是阁老 兄弟之中也有很多做官的 周震点头道 嗯 或计如此 原夫人的母亲 是书成方家的姑娘 舅母则是 卢江李氏的姑娘 书成方家 不仅在前朝出过中世劫富 本朝 更是子弟辈出 每隔几年就有人金榜提名 在北方 也算是赫赫有名的大族 卢江李氏 是本朝才崛起起来的 却势头很近 宝和殿大学室公布上书 就是原夫人舅母的包凶 而 二方的洪太太家 虽然只是出了个洪秀 可是 他们的母亲 却是赛阳皇家的姑娘 这赛阳皇家 今本朝就出过两位国子舰祭九 在江西籍官员中享有赦名 而江西又是官员最多的身份之一啊 说到这里 周震意味深长地看了周少锦一眼 周少锦明白过来 他们周家网上数好几代 自打有了祖谱 也不过只出了祖父和父亲两个近视 祖父官至四品之府 父亲目前也只是一个四品官员 如果和前世一样 会在三品之部 周家和这些人家相比是寒门 不过 父亲说这些做什么呢 他不安地挪了挪身子 周正看着有些好笑 明明很聪明 却喜欢躲起来 这个小女儿长得像庄氏 性情却是一点也不小 孙儿是大女儿 长得像城市 却和庄氏一样的性子 她不禁地在心里叹了口气道 女孩子家 没有个好出身 就得有个好名声 才可能嫁个好人家 如果你生母在世 我何必把你们姐妹放在成家 就凭你母亲和我 怎么也能给你们姐妹 找个如意郎君 可偏偏 你母亲去得早 官老安人 守劫多年 若是在商家之家 早就请朝廷下令表彰了 不过成家是正经的读书人家 不屑用这样的名声 为家族锦上添花罢了 你们姐妹跟着她 我在外面做官 也就放心了 周少姐默然 成家具有忠义之名 外祖母更是劫父 他们姐妹在这样的人家长大 谁也不会怀疑他们的品行 而成家的女孩子又少 所以姐姐虽然是成家的外孙女 生母早逝 但因是跟着外祖母长大 由成经做主 也能嫁到像镇江料氏这样的人家 去做宗父 而父亲的打算 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周正看他一副双打茄子的模样 任俊不禁地站起来 摸了摸他的头 柔声道 怎么 你还想跟着父亲去认上 周少姐忙不跌地点头道 我不像姐姐 我要是嫁到像料氏那样的人家 应付不来的 什么事都要试试才知道 怎么还没有开始就说自己不行吗 周正见女儿清澈的目光之中满是忧郁 画到嘴边又咽了下去 每个人都不一样 也许少锦真没有初锦的心系 更适合嫁一个普通的人家 英雄不问出身 并不是每个世家子弟 最后都能败相入阁 也并不是所有的寒门子弟 与内阁首府就无缘了 也许找个寒门出身 人口简单的世子 更适合小女儿 周正心中一软 温声道 不是还有两年吗 若是你还是想跟我去认杀 等你姐姐出了架 我就派人把你接过去 周少锦喜不自省 周正看着也忍不住高兴起来 周少锦要和父亲拉钩 就这样说定了 好 周正和小女儿拉钩道 那我们就这样说定了 周少锦欢天喜地地出了书房 周初锦问他 爹爹都和你说了些什么呢 不告诉你 周少锦少有的活泼俏皮道 你不是也没有告诉我吗 你这个小丫头骗子 周初锦要拧周少锦的鼻子 周少锦嘻嘻躲开道 你告诉我爹爹跟你说了一些什么 我就告诉你爹爹跟我说了些什么 你这死丫头想得倒霉 周初锦不一继续地去拧周少锦的鼻子 就算你不告诉我 我也有办法让爹爹告诉我的 周少锦一点也不怕 那你去找爹爹问好了 笑着就跑开了 周初锦生气地踩着脚 周少锦的笑声像银铃般地落在了院子里 在书房做针线的李氏若有所思 等到第二天 周震受了铜窗之腰去了秦淮河 李氏拿了小孩子的衣衫来找周少锦 昨天听了二小姐的话 就知道你是一个女红的高手 他拿了一个花样子给周少锦看 你觉得我在衣袖和衣摆上 镶上这样的崖边怎么样啊 周少锦觉得挺好看 笑道 太太不妨试一试吧 李氏笑盈盈地点头 说起了蓝厅来 他听说我们要回金陵 高兴得不得了 不曾想老爷把他留了下来 让他随着我们的香笼 一起去了宝殿 不然呢 他也能见见大小姐和二小姐了 到庄姐姐的坟上 给庄姐姐磕个头了 若是没有前世的那些事 周少锦肯定不会多想 可有了前世的那些事 李氏的话让他不由得多想 他心生警戒笑道 等太太生了弟弟 再带了他回来祭祖也不迟 到时候他一样能见着我们 李氏笑道 我也是这么想的 就怕蓝厅心里不舒服 他常和老爷说起 当年庄姐姐是怎么带他的 我想 庄姐姐不在了 这么多年来 他的心里肯定很难受 我想跟老爷说一声 等我们到了宝殿 让人护送他回来一趟 给庄姐姐扫个墓 也好全了他的一片孝心 不知道二小姐觉得妥妇 也就是说 蓝厅打着母亲的旗号 和李氏争宠 因为蓝厅是母亲留给父亲的 他又不能处置 所以想借着自己的手 收拾蓝厅了 周少锦笑道 家里的事我一概不管的 就得问我姐姐了 李氏笑道 是这样啊 有二小姐这句话也就行了 自己说了什么话 自己好像什么也没有说呀 周少锦心中警铃大响 送走李氏就跑去了暖房 姐姐正在那里 跟着余嬷嬷学习怎么养兰花 她要把装饰留下来的几盘兰花 都带回程家去 周少锦自告奋勇地 帮着姐姐照顾这些兰花 周初锦却是信不过她 说道 你呀 从前最多 也就养过了两盆茶莓 若是这几盘兰花 有一个三长两短的 我哭都哭不回来 这可是母亲留下来的 周少锦只好放弃 周初锦听了妹妹说的话 冷笑了一声 说道 我就知道她没安好心 这件事啊 你别管了 等爹爹回来了 我自会去跟爹爹说的 周少锦担心的 会不会太晚 如果是我 把语气变一变 一个字不漏 就能把整件事 赖到我的身上 说是我让他来找你商量的 你呀 也知道说错话了吧 周初锦见他 可怜兮兮的样子 又是好气 又是好笑 真的 看你以后 还乱不乱说话了 周少锦黑黑的笑 周初锦摇头 无奈地揉声道 好了好了 别担心了 这件事交给姐姐了 周少锦道 那姐姐准备怎么做 周初锦原不想和他多说的 转念想到周少锦这没心没肺的性子 觉得告诉他也好 不能让他转性 至少让他多一个心眼 随低声道 听李师的口气 蓝厅仗着是母亲留给父亲的 就算是没有为难李师 恐怕也让李师心里非常的个瘾 不管怎么说 李师是父亲明媒正娶的 以后要和父亲过一辈子的人是他 如果李师说的话 只是李师为了对付蓝厅的手段还好说 若是蓝厅真的利用母亲的名义 这样为难李师 母亲的声誉也会受损 不如呀 咱们就顺水推舟 让蓝厅回来一趟 若是李师所说是真的 李师奈何不了他 可是你是母亲的亲伤女儿 却是可以处置他的 若李师所言不实 只怕蓝厅在父亲那里 也没有什么好日子过 不如问蓝厅的意思 他想留在父亲那边 那他以后的事我们也就不管了 他想离开 我们就请大舅母做主 为他许一门好亲事 风风光光的把他嫁出去吧 嗯 这个主意好 朱绍锦心头的石头落地 眉眼弯弯的朝着姐姐笑 唉 就知道傻笑 周初锦真是拿这个妹妹没有办法 他道 我还告诉你一句话 这件事与父亲有利 与李师更有利 既然李师敢打我们的主意 我们也不能就这样白白的被他当枪使 怎么也要让他付出点代价来 不然 他还以为我们是软柿子 他想怎么捏就怎么捏呢 对于这些事 周绍锦一点概念也没有 他以姐姐马首是瞻 周初锦也没指望着周绍锦能干什么 吩咐马富山家的去门口等着 父亲一回来你就差人来告诉我 若是太太在我之前知道父亲回来的消息 像上次似的突然断了冰糖雪梨给我们当宵夜 你呀不如跟着马富山一起去保定服侍我父亲去吧 马富山家的吓得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大小姐 我原想 好了 周初锦没等他解释 就冷冷地打断了他的话 你当好你的差事就是 是中世间 我心里自然有数 马富山家的哪里还敢说什么 唯唯诺诺地退了下去 周绍锦很是佩服 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哪天 也像姐姐的 也像姐姐似的 震得住人就好了 她在这边羡慕着 李氏 李氏坐在书房里 心里却是打着鼓 李妈妈宽慰他 话呢 已经说出了口 就像泼出去的水似的 再后悔呀 也没有用了 太太不妨 太太不妨 往宽了去想 两位小姐 都是有教养的人 太太呢 又没有冤枉那蓝厅一句 只是因为 静着前头的庄太太 所以 不好处置蓝厅罢了 您呐 好好地跟大小姐说说 大小姐 不是那不懂道理的人 我呀 就是有点处他 这里也没有别人 李氏说话 也就没有了顾忌 说道 我刚给他端了一碗 冰糖雪梨 他就给我回了盒点心 我好心地 说给他置办一套出价词 他一副不屑的样子 你再看看 家里的那些仆妇 哪个不是 看着大小姐的眼色形式 他说着 辅了鹅 头痛地倒 我也是没办法了 要是这样 都不能置了那蓝厅 去了宝丁府 只怕 就更没有机会了 他如今 也是二十八九的人了 我这胎要是一个女儿 总不能 再压着不让她生吧 李妈妈哪里不明白 所以李氏 去找周少景的时候 他才没有拦着 李氏探导 还是二小姐好 长得漂亮 性子又绵柔 他说着 心里突然冒出一个主意来 对李妈妈道 你说 那二小姐 说给我们家 大姑奶奶的儿子怎么样 李氏的大姑母 嫁给了赛阳皇家 虽也是田房 却是笛支 且儿子 长得一表人才 品性纯良 书也读得好 李妈妈神色大便 忙道 哎哟 我的姑奶奶呀 您可千万别出这主意了 我看着老爷 把二小姐当眼珠子似的 这要是嫁过去过得好还好 这样 若是有一个什么不睡心如意的地方 您呢 就等着看老爷的脸色吧 李氏不由的叹了口气道 我也知道 我这不是病急乱投医吗 如果二小姐 能和我一条心就好了 两人正说着话 有小丫鬟禀道 太太 老爷回来了 李氏大喜 忙梳妆打扮了一番 迎了出去 周震喝了点酒 人还很清醒 用过了醒酒汤 他道 我挺初纪说 你为蓝厅的事去找他了 李氏吓了一大跳 忙道 没有 周震笑道 你也别急 我知道蓝厅的事 在你心里一直是个疙瘩 可他跟我这么多年 又是装饰的贴身丫鬟 我也不好就这样把他丢下 初纪说得对 后娘难违 你年纪轻轻地跟了我 的确是受了不少的委屈啊 老爷 我 我不委屈 李氏急了起来 连声道 真的 我从来没有觉得委屈 他还没有找周初锦 周初锦就倒打了他一耙 可这话他不敢说 他觉得周震肯定不会相信他所说的 反而会得罪了周初锦 周震安慰般地拍了拍李氏的手 何须地笑道 不过初锦说得也对 蓝厅的事 不管是交给你来处置 还是交给我来处置 这倒不好 你的主意不错 就让蓝厅回来一趟 有什么话 请了马富山家的去问他 是流是走 也好有个定论呢 李氏心里顿时凉凉的 这话说了和没有说 有什么区别 那蓝厅要走早就走了 这么多年跟着周震熬着 是为了什么呢 还不是想让周震拍了他做姨娘 他不是容不得周震有姨娘 他容不下的是蓝厅 总打着庄太太的名义 在旁边指手画脚 让他总觉得胸口堵着气似的 男人不像女人那么细心 周震说完就把这件事给放了下来 他吩咐李氏 夫人啊 你明天准备准备 我们去酒如相做客 李氏愣道 不是去过了吗 那天是我们去拜访 周震道 明天他们宴请我们 李氏只好把这件事压在心底 次日跟着周震 带着周少锦姐妹去了酒如相 二房的老祖宗成旭 亲自出面款待周震 成义 成卢 成勉 成文 成识 成语 成正 成告 成义 成诺等 几乎成家所有在金陵的男丁 都做了陪客 却独独的少了一个成池 成旭的解释 是成家的一批货 在临安出了一点问题 成池去了临安了 周震笑着点头 想到上次来的时候 成池疏离冷漠的样子 心里不免有些困惑 回到家里 他悄悄地问周少锦 少锦啊 你在寒碧山房 给老夫人抄敬书 常遇见成四老爷吗 周少锦心里一跳 说道 嗯 怎么了 语气有些紧张 哦 哎 没什么 没什么 周震见状笑道 哎 听则老说 成四爷去了临安 我今天没有碰到 我原想请他 对你们姐妹 多关照关照的 成旭别号 春泽居室 官场上的人 多尊称他一声 则老 时舅舅不在家吗 周少锦想到自己 去小山丛贵院 见他的情景 很是怀疑 如果他还住在 九炉巷就好了 可以借口去找南平 就立刻知道 他到底在不在家了 本集到此结束 欢迎收听下一集